疫情期间虽政府已开放复工 但不少组织与学校 仍面临防疫设备的短缺 面对防护装备的需求 远高于供应 学校近期也开始为开学 做防疫措施的准备 在防疫方面 我们现在我们的职员们 就已经开始 在做社交承计那种 那种联直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规定 每个进来的都要写名字 都要戴口罩 除了学校的准备 家长们也毫不吝啬 基于援助 我们也感恩我们的家长群 家长群现在也发动力量 在做布口罩给孩子 每个家庭如果每一天 一个四个孩子 就每天四个 对他们来讲 也是一个经济负担 所以我们也感恩 我们的家长 珊珊老师 他们都发动 人间温情依旧 什么都阻碍不了 有心人相互扶持的心 大爱新闻 刘家荣 李佳英 马来西亚采访报道 好 好